1967年,香港發生了一次暴動。 這次社會騷亂在不同政治立場的社群記憶之中, 有不同的叫法。 支持中國政府的人,稱之為反英抗暴事件。 而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或者反對共產黨的人, 就稱之為六七暴動。 不過,無論是六七暴動也好,反英抗暴也好, 對於香港人是一次難以忘記的集體記憶。 而且,這次社會騷亂對於香港的政治、 社會影響十分之深遠。 不過,由於長期以來不同政治立場的人 對這次事件有不同角度的技術, 而且都傾向於指責對方的暴行、發洩情緒。 而香港英殖民地當局極高層官員, 亦都極少披露官方的資料。 而且滿意於反共社群對於支持中國的社群, 也即是俗稱左派借六七事件加以貶斥疏疏離。 於是,六七事件的真相, 長期以來都陰沒在宣傳、誤解、表面、印象的迷霧之中, 得不到公正、平衡的評述。 1967年5月11日,警方鎮壓之後, 左派陣營的工聯會召開緊急理事會議。 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指責港英當局將勞資糾紛擴大為反華事件。 會議決定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也即是簡稱為鬥委會。 會議總通過四項要求。 一、立即停止血腥鎮壓, 保證今後不再發生同樣鎮壓事件。 二、立刻釋放被捕的中國工人、學生和同胞。 三、嚴懲兇兇手賠償一切損失。 四、港英當局必須賠禮認罪。 各個左派工會、社團紛紛響應。 同時民眾群情高漲。 有人放火燒車、襲擊璽智事務處。 警察和群眾繼續對抗。 香港政府為了穩定局勢,向民眾發表宣告。 目前局勢怎樣發展下去, 要看香港居民的要求來決定。 如果大部分居民要求安定, 政府便給予安定。 現在是本港的善良居民, 起來表示意見的時候。 警方的抑制是有限度的。 如果疏亂分子做得過分, 危及市民生命財產。 警方勢不能不有進一步的行動。 目前本港駐軍已經採取初步準備狀態。 港英政府罕有感向香港市民公開要求支持。 而且針對香港的中國人左右分化的情況, 要求反共社群站在香港政府的一邊。 於是,右派報紙、右派社團, 紛紛表態支持香港政府。 左派陣營的對抗行動升級。 工聯會理事長楊光聲言。 對於港英當局的法西斯暴行, 一定要揭發、一定要聲討、一定要鬥爭。 這場反迫害鬥爭, 就是一場民族鬥爭。 不獲全勝,誓不修兵。 5月17日,鬥爭委員會在港督府門外示威, 抗議港英鎮壓工人, 要求與港督戴倫子會面。 但是被戴倫子拒絕。 於是,左派群眾每日都在港督府門外示威抗議, 貼大字報。 花園道上每日都有一群一群, 身穿白襲衫、藍扯褲, 配戴毛章、手持毛語綠的左派群眾, 列隊操上港督府示威抗議。 5月22日上午, 左派群眾終於與警察在花園道上發生流血衝突。 據稱有幾百人受傷, 其中重傷者超過一百人。 警方逮捕了一百六十七人。 事件之後,香港政府頒布法令, 凡系派發煽動性傳單, 張貼煽動暴力破壞警方忠誠性自據的海報, 還有發放反政府言論, 警方都有權沒收、銷毀, 並且拘控有關人士。 開始來今集的晨週五十年, 張偉國、麥敬生兩位好。 Hello。 在我們的節目中, 上一集將角度放來香港, 去看看香港在六、六、七年所發生的社會事件。 我們上星期已經講到六、七年五月前後, 香港所發生的, 譬如有些人現在回顧, 會叫做六、七暴動的情況。 但也聽到另一個詞語, 叫做反英抗暴事件。 其實兩個不同的名詞所指的, 是否都是同一年發生的, 一連串的同一件事呢? 但問題就是, 語言、概念, 其實是反英背後一套理念和世界觀的。 作為立場。 根本上, 如果你說得上反帝、反修的形容詞, 將事件描繪得比較正面, 我們可以想像到, 一個比較左傾的角度, 亦是對於香港政府所做的, 帶有批判性的。 但反者, 從一個建制上去看, 這些運動是在衝擊 既有社會秩序和環境。 在他們建制以來的人來看, 等等的行動, 當然是一種暴動, 但有負面的一個描述。 但是, 無論是六、七暴動也好, 反英抗暴事件也好, 我相信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尤其是年紀回到上下, 我們很多資深的聽眾來說, 都是一些很難忘的集體記憶, 但我想問回, 為何我7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來說, 如果我自己看過去看的一些報道, 都是以六、七暴動這個名詞是多些的? 首先要這樣說, 為何要講六、七暴動呢? 因為香港政府仍然主導, 由六、七之後, 一直到97年7月之前的政治, 換句話說, 當六、七年所發生的事, 在經過香港政府的傳述, 其實一定是站在香港政府的利益立場來說, 我當然是正確的, 你要和我作對, 當然你是暴動, 你是暴徒的, 而另一方面來說, 當時的左派人就說不是這樣, 香港人民, 香港的中國同胞, 在英國殖民地的長久統治之下, 是受到很多壓迫, 得不到公平的待遇, 而香港政府, 從來沒有為香港的同胞, 做過任何好事, 而香港的老百姓, 是應該站出來, 對殖民地的統治, 作出所謂的打擊, 反擊, 甚至是要將殖民地的統治推翻, 所以他認為這一次的暴力行動, 是一次的所謂正義行動, 所謂反英抗暴, 但是當然左派的行動, 在當時的港英政府的強力的, 武力的鎮壓底下, 失敗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所說的話當然變成負面, 被人認為是負面的東西, 所以在我們幾十年來的講法裏面, 都是站在英國港英政府的統治立場, 來講說話, 我都想問回, 譬如在我們上一集, 就提到六七年五月六號的時候, 在新蒲江那個, 膠花廠外面, 就發生了一次的騷動, 那時候沒有騷動, 是勞資糾紛, 到五月中的時候, 五月十一日的時候, 這個鎮壓就升級, 開始就有武力的鎮壓, 又有催淚彈, 又有人被拘捕, 於是市民, 當時在新蒲江黃大仙一帶的市民, 都起來跟警察對抗, 有些人扔石頭, 有些人扔玻璃瓶, 警察就在新蒲江彩虹道, 一邊操防部, 一邊操過, 然後沿著, 見到騎樓有人在圍觀, 就打催淚氣體進去, 而也有一部份的人, 不顧一切, 在馬路上見到警察時, 扔東西, 結果也有人中槍死了, 死人都不少, 但是香港政府, 似乎沒有一個完整的數目, 死亡名單公佈過, 也沒有的, 我親眼見到, 在東頭村, 有某個集貨寶門口, 有一段很長時間, 所以後來, 我媽媽和我姐姐, 都不敢去這間集貨店, 買東西有很多年, 因為, 一去到店舖門口, 就認住, 那都很害怕的, 認住, 有一個滿身鮮血的死屍, 躺在那裡, 那些就, 變成了, 暴亂的, 喪生者, 但是, 似乎當時香港的, 報紙, 都不是很, 叫什麼, 願意, 大蝙蝠地, 報導這類的鎮壓被殺的人, 而, 當時的新聞本, 都很嚴重, 只有左派的報紙, 就比較大事, 還有, 左派的報紙, 比較上, 激動, 因為覺得, 英國這樣行動, 英國政府這樣行動, 就是對香港市民的侮辱, 甚至對香港市民的一種罪行, 於是, 這個組織, 於是, 對香港, 這個左派的人, 公民會為主, 就成立了一個, 全港各業的, 對這個, 港英暴行的, 鬥爭委員會, 就俗稱為, 或者簡稱為, 鬥委會, 那裡邊, 成員都是左派, 而有頭有面的人物, 這一類型的, 鬥委會, 如果趙爾廳, 有一次, 跟在國內文革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 這些, 革命小組, 革命委員會, 是不是他形式上, 其實當時, 都受到, 國內的文革影響, 所以他們, 可能, 想的理念, 成立的小組, 都有文革的影子, 因為, 如果以當時的氣氛來講, 已經去到, 好了, 發動者, 本身已經去到, 也都, 沒有得退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聚集了, 這麼大群人在這裡, 你那時候, 沒有得和平散去, 那麼大群人聚集的時候, 然後, 也都在面對外來的敵人的時候, 你越走向這個激進, 其實是一件很自然的發展, 但另一方面來說, 你鞏固對方打壓的決心, 即是我們經常說, 互相鞏固的意思, 你越激進的時候, 那邊打壓的決心越強, 你越打壓它的時候, 那邊的對抗的心理都越強, 所以彼此之間, 就變成了一個, 承著不可以解決的, 一個對立的狀況, 而當時來看, 香港的左派, 亦都可以說是介入這件事件, 其實就說, 差不多到5月11日的時候, 去篤獻府抗議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出現了, 一些手持著這個無語錄的群眾, 貼帶接報, 在篤獻府門口貼大字報, 這事件已經出現了, 貼到圍桿全部都貼滿了大字報, 但不如在大字報的內容上, 他們的要求是什麼呢? 打倒殖民地政府, 要賠償, 要血債血償, 等等的事情, 但到了中央國所講到, 到5月中之後, 左派的夾可以說是升級, 嘗試有力組織這些公司, 和當時的參與者, 進行一些比較大規模的對抗, 包括遊行示威, 當時說的是戴倫子, 戴倫子首先公佈一件事, 這些行為, 是一種暴亂的行為, 香港政府是要鎮壓的, 而另一方面, 即是不容忍發生的, 另一方面, 他就很有效地利用, 香港人的左右兩派的矛盾, 不斷地籠落這個右派的公會, 右派的社團, 來加強他自己, 所謂抵擋這個左派的進攻, 那種的力量, 即是說, 要右派的人支持他, 支持香港的穩定, 另外, 會不會港英政府在輿論上, 都有他的一套方法, 可能有一些香港市民, 既非左派, 也不是什麼右派, 只是想著, 我希望經濟好, 希望香港不安定法, 當時不是這樣, 這是現在的, 即是2004、 23、24年的情況, 當時的情況完全是這樣, 當時來說, 左派、右派分得很清楚, 而右派的人, 有一種堅信的概念, 就是, 共產黨是一個非法政權, 共產黨所做的事情, 我們一定不贊成的, 所以, 敵人反對的, 我們必定贊成, 敵人贊成的, 我們一定反對,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概念, 而另一方面, 當時因為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全來有負面消息, 令香港很多有錢的人, 令香港很多的, 可能有錢的人, 都會有擔心, 會不會解放人家, 解放香港的, 會不會, 這個真的很不錯, 這件事, 在右派的報紙裏面, 一方面不斷地, 攻擊左派生事, 製造支持, 或者對香港市民得利, 另一方面的製造, 一種升起, 就是, 如果香港繼續悼亂, 可能大陸的文化大革命, 那種情況, 會推到香港, 令香港人, 不太敢, 完全支持左派活動, 所以, 在戴林子所領導之下, 港英政府, 在這方面, 相當成功, 其實, 一般的大眾, 你可以說他沉默, 亦都可以說, 很多時候, 都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狀態, 因為一般人來說, 你對於政治興趣, 未必一定很大, 但對於那個社會的穩定與否, 反而是他們最大的關注, 已經可以看到的, 每日新聞報道, 你可以看到, 這裏發生了這件事, 導致了多少死傷, 與此同時, 再加上文革的大陰影, 其實那個氣氛上面, 就使得大家, 對於未來, 事件再激化之後, 會產生了怎樣的局面, 大家就有一個恐懼, 所以當時輿論上面, 有出現支持打壓, 這件事並不稀奇, 我想這是一個很集體心理上面, 或者是一個相當人性的考慮, 當時的情況就是, 英國港英政府, 利用這個所謂右派那種, 對共產黨的不滿恐懼, 各方面的情況, 來加強自己, 攻擊左派那種聲勢, 另一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 左派也有他的策略, 他策略是用罷工、罷市, 希望罷工和罷市, 是迫使香港, 或者香港政府, 是要放棄權力, 或者迫使香港政府, 向他們讓步, 這個罷工、罷市, 對香港來說影響都幾大, 五二二衝突之後, 就開始了這些罷工、罷市, 由五月二十三號開始, 是否就是, 譬如左派工會的員工, 就一齊來響應, 這一次罷工、罷市, 是啊, 凡是左派工會的人, 都應該響應的, 包括交通運輸, 煤氣, 或者那些, 油局, 各方面的人都要響應, 油局, 但是政府部門, 有油務員, 有油務員的左派工會, 即是在政府部門裏面, 都有左派工會, 那些都是中國人, 譬如羊務工會, 船澳工會等等, 都有中國人, 但是你知道一件事, 罷工罷市, 香港當時已經是一個比較大的社會, 如果一旦罷市, 罷工, 對香港市民的生活, 是有相當大的影響,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交通, 交通運輸的罷市, 當時全是巴士和小輪, 一巴士停止, 有些人不能上班, 於是每個叫苦連天, 於是有些人, 就出了一些絕招, 就用一些貨車, 在貨車上面, 加一些木椅也好, 鐵椅也好, 就載人家上班, 就像白牌車一樣, 對啦, 這種非法行為, 香港政府容許, 而給他們, 在罷工的非常時期, 容許你這樣運輸, 代替了, 這就是香港政府, 要化解這種罷市的壓力, 罷工罷市的壓力, 即是某方面放鬆些, 直接用這個策略, 後來這種所謂用客貨車, 再運乘客, 後來將它改為所謂合法化, 就是我們後來所謂的小巴, 所以小巴的出現, 其實跟1967年暴動的, 霸工、霸市, 是有關係的, 如果沒有這種交通工具出現, 所以霸工、霸市, 雖然雷聲很大, 對香港市民也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收效不大, 因為另一方面, 香港譬如食物, 食物來源除了大陸之外, 還有其他地方, 香港政府也有考慮, 如果你要雞蛋, 我可以在台灣、日本買, 我不一定要依靠大陸, 於是就令到這個, 所謂罷工的聲勢, 或者罷市的聲勢, 其實就變成了一種, 困擾香港市民日常生活, 而不能夠迫使香港政府讓步, 也得不到香港市民的支持, 最重要, 為何得不到香港市民的支持, 就是因為很多右派的傳媒, 報紙, 收音的廣播, 都要對這種罷工、 罷市的行為, 落下了一個定調, 這個定調就是, 罷工、罷市, 是擾亂人民的生活, 尤其是商業電台, 你們的友台, 當時辦了一個節目, 叫做《欲罷不能》, 日日在這裡, 周奉左派的罷工、罷市, 不得人心, 當時的主持人, 就是一個著名的廣播員, 叫做林彬, 後來林彬被人懷恨在心, 不幸犧牲, 但這是後來的事, 當時由於傳媒, 和所謂右派的勢力, 抵制杯葛, 或者幫香港政府解決困難, 所以這個罷工、罷市, 是收不到左派預期的效果, 嗯, 今晚我們的神僧五十年, 我們講到六七年的暴動事件, 也都講到一些罷貨、罷工、罷市的情況, 究竟這次事件之後的發展是怎樣呢? 例如我自己看很多戲、書都講到, 之後周圍都有很多土製的菠蘿, 為何這些菠蘿會出現呢? 當時事件戒嚴的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下一集神僧五十年, 再跟大家長談, 今天謝謝兩位, 拜拜!